合格不合格部分 首先第一個判斷條件插入一個邏輯部分 這個範例主要是針對邏輯 if 按確定 if這個 大於等於60的話 這邊的話大於等於60 如果它的條件為True 那就是合格 反之的話就是不合格 合格 反之就是不合格 你會發現打上字串 它會自動幫你加前後雙引號 會自動功能 OK 然後按確定 這個邏輯應該沒錯的話 跑出來就會是對的 合格跟不合格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一些 因為這個是 雙重 就是 要不為True 要不為Force 這個叫兩重的邏輯 可是如果是多重判斷的話 像這個地方合格不合格 好像 一般性除了這種 之外 還蠻常遇到就是 80分以上 但等於8 等於 也算是A 所以這地方應該是A 那這個是 60分以上 算C 70分以上算B 如果說我今天要設一個邏輯的話 插入一個 if 按確定 那你會想說 這個怎麼辦 好像只有三個格子 那我要判斷 有四種邏輯 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教各位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先判斷多少 這個儲存格裡面 先往上判斷 大於等於 80的話 那就是什麼 A嘛 對不對 那反之呢 反之有可能是 BCD 所以呢 如果還有可能的話 請你在這裡面再插入一個 那怎麼樣 在這裡面再插入一個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第一次插入函數的話 是這裡 第2次以後的話呢 請你選這裡 第2次以後喔 所以 做一次給各位看喔 游標放這邊 再插入一個 一幅 有沒有發現 它這裡面又一個一幅 那再來條件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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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裡面 大於等於 70 因為80以上就 A了嘛 剩下的就80分以下 那就是大於等於70 就是什麼 等於B嘛 對不對 所以再打個B 再放在這裡 再怎麼樣 還有什麼 剩下C跟 還要不要判斷 要嘛 所以再判斷 1幅 有沒有 再一個了 OK 然後這樣 剩下大於等於60 那什麼東西大於等於60 就是那個 初春格這邊成績 然後 如果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是剩下是什麼 C了嘛 所以是60分以上 60到69 反之的話 就是 D了 那還有嗎 沒有了 所以 按確定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1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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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判斷完了 那我把它置中一下好了 放在正中央 上下填滿 放開 沒問題 有沒有 所以 以後如果你有很多重判斷 就可以用這種方法來做 先一重嘛 上面的 再剩下的 再一重 再剩下的 再一重 管它幾重嘛 所以這個1幅的話 可以做非常多重 它好像最多邏輯可以到255個 不應該沒有人 這麼變態 做到255個吧 其實光看這個 很多人看著就眼花了 對不對 那不過一般分析會從裡面 再到外面 再到外面 所以一般是 這個先看完 再看外面 再看外面 OK會一重一重的 但是實際上做 不用那麼麻煩 所以特別注意 先做這個 剩下的 再做這個 那你可以 有必要再放在這邊 它就會 再幫你帶出來 然後 再到這邊 如果你要再帶出剛剛的東西 它會用視窗的方法 幫你再帶出來 可以在細節上看 OK 這一招其實還蠻管用的 因為光函數這一招 就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邏輯判斷如果對的話 很快事情就做完了 我發現很多人 在邏輯判斷這個部分 就會卡住很久 甚至做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會的話 兩下就做完 像剛剛這個問題 如果你不會的話 如果一個老師 他要判斷ABC 那很麻煩 他光用眼睛看 一個班上人數超過50個 他做很久 但是你弄完之後 兩下就做上去了 因為我自己也親身經歷 改成機以前很累的 現在兩下就做完了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 兩個 一個是 合格不合格 一個是 A到D 那 等一下要把它改成 VBA 等一下 希望 我慢慢來 這個 先把它改成VBA 一樣會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 按下之後 一樣是 合格不合格 另外還有一個按鈕是清除好了 反正就是這樣做啦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也許可以 先從清除開始吧 反正就是先清掉 然後再做邏輯判斷 然後按下去 它就自動完成 那做完之後 再去 試著做多重的 一樣是 VBA 那怎麼改 其實如果你這些觀念清楚的話 你函數做得出來 你的VBA也都做得出來了 那這樣的話以後延續性就還蠻大的 以後你要做大型的 自動化 就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兩重的邏輯 再到多重邏輯 好